87. 蘭州神報 6月境外機構和個人減持境內股票資產達673億 2015年7月22日財富關注AII05本部信據新華網報導 兩行日前公布數據顯示,今年6月末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資產較5月份略有減少 結束此前連續兩個月的增持,主要表現為股票資產的減少 境外人士,包括機構和個人6月份大幅減少股票資產達673.76億元 月末如額還比降幅近10%,但相對收益穩定的債券和貸款以及存款則少幅增加 根據央行網站公布的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分項數據 記者計算得出截至6月末境外人士類計持有人民幣資產44219.99億元 較5月份44322.38億元減少102.39億元 而此前兩個月份略為增加1908.88億元和357.79億元 6月股票資產大幅減少 一方面可能是持有資產因為對應股票下跌造成價值減少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股市下跌時境外人士進行了減遲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阿謙指出 提供應對付入境外金融資產大幅減少 或者是遭遇上大幅減少 至少發生不足的耳減少